王朝長 第一個啦 當然這個新北市人的壓力很大 因為核一核二核四都在新北 一共臺灣就四座 三座在新北 金山萬里共寮 所以壓力大 我們可以想得出來 那從朱立倫到侯友宜 大概強調一點就是說 因為他的那個 祖存潮失勢滿了 所以現在要蓋一個乾式 那乾式呢 朱立倫但是不給他知道 就是說水土堡是不合 那侯友宜就接著 因為水土堡不合 因為沒有安全 所以不能夠 這個核廢料 到底應該處理 能不能處理 可以處理 我這樣講 就是說臺灣這個特殊的狀況呢 每一個廠產生的核廢料 自己存就好了 因為每一個廠 它都有輻射的工程師 環保的輻射工程師 還有所有的維修工程師都有 自己廠的廢料自己存 說話到目前為止 核一廠 核二廠 核三廠 他們的廢料都自己存 對環境有沒有什麼影響 沒有影響啊 完全沒有影響 但現在滿了怎麼辦呢 滿了以後就乾式 儲存 我們的所有電廠都是根據美國的法規去做的 我們跟著美國方向走就好了 美國人在核能電廠也是做了好久的乾式儲存 我可以跟各位報告 乾式儲存可能很多人都沒有去看過 核一廠的乾式儲存完全根據美國的法規下去做的 曾經在三支上過五十年以上 或上百年以上下大雨的時候 連外面的鐵塔都倒塌了 但是乾式儲存一點事都沒有 那一天的隔天 何友宜自己一個人 司機載著跑到核一廠去 他就問保警 乾式儲存有沒有問題 保警說沒事 我也去看了 事後我也去看了 沒事 他就走了 我個人覺得 乾式儲存做得這麼好 然後SA都保持這麼好 大概都是一個政治因素 政治因素滿足這些緩和的人 但是我個人覺得政治人物 拜託你一件事情 多多去了解 多多去了解以後 你就會決定一個正確的方向 另外一個問題 他們說這個核四是一個拼裝車 到底這個拼裝車 為什麼是這樣 是因為從機設計的 然後發包給日本日立 然後這個Mitsubishi 也有一些發電機還是什麼 反正所以是不同的廠牌 所以是個拼裝車 那核一核二核三 是不是拼裝車 全世界的核能電腦 都是這樣拼出來的 不是拼裝 就是找最好的製作公司 做特殊的設備 然後載到核電廠那裡 再組裝起來的 全世界沒有一個核能電腦 是同一個公司做的 沒有沒有沒有 我看過連華國也都沒有 華國也沒有說 整個核能電廠都是同一個公司 那為什麼會被講成拼裝車 我也不解為什麼 因為好 反核的人 他就是說拼裝的啦 那沒什麼好 拼裝的啦 因為我們在我年輕的時候 在鄉下有很多鐵牛車 那個確實是拼裝車 東拿一個西拿一個拼錯起來 叫做拼裝車 那他們要污蔑這個核能電廠就講說拼裝車 其實我帶過很多團體進去砍 我就跟他們講說 這怎麼拼裝的 這怎麼像我們 那種操作那種 我跟各位講 一件事情我很少講 其實奇異公司是要把核市場 做成他的model 推銷到全世界各地區了 因為這是ABWR是日本的東京電力 買了做了改善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好 真的非常的好 我在核二待過 非常的好 那奇異公司是有心 要把核市場做得最好 所以核市場當時的設備 都是找最好的設備商去做的 我幾個例子來講 像財油化鏈機 找的是華國的廠商 這華國廠商好到什麼程度呢 日本的女川電廠 受購那個311的時候 他去買的財油化鏈機 就是這一家的 這一家財油化鏈機 我們做了四台財油機 做了一百次連續的test 都通過 很難耶 一百次耶 因為郭忠仁知道 他當時考進台大機械系 問你一下 就工程安全來講 核市是高於核一核二核三 definite 絕對是高於核一核二核三 沒話講 為什麼 我們的安全系統就三套嘛 就比別人多嘛 我們財油機也比別人多嘛 那另外他們是說 核一核二核三是外國人設計 核四是我們自己設計 是這樣嗎 都是奇異設計的啦 都是奇異設計的 只是核一核二核三 當時有個Evascos Battle 那時候在美國有這麼大的公司 然後呢 在核四的時候 沒有這麼大的公司 就是這樣而已 有些人還問我說 都是小包 我跟你講 台灣的哪一個工程 不是小包做的 對不對 施工是吧 施工哪一個工程不是小包做的 我們還更好 我們去控制所有的小包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每天工作的時候 有一工技箱會議 兩三百個人提著 一個小包過來 我就跟要求他說 你今天要做什麼工作 告訴我你根據哪一個程序書 你的危險因子在哪裡 哪一個不是小包做的啊 你可以告訴我哪一個不是小包做的 請支持一個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請訂閱並開啟通知 小鈴鐺